农民弯下腰拔洗一株马铃薯 仔细一看每颗都长得特别小 最小的甚至跟葡萄差不多 这些迷你马铃薯根本卖不出去 农民无奈心在躺血 天气又干又热 法国面临60年来最严重干旱 7月降雨量只有9.7毫米 高温导致干旱 政府又从7月开始实施限水 马铃薯收成大减 法国马铃薯种植者联合会表示 今年将是近20多年来 马铃薯产量最差的一年 马铃薯喜好凉冷天气 摄氏27度以上就会限制生长 更不用说法国热浪都标迫摄氏40度 干旱范围影响之大 也导致牛奶蜂蜜产量大减 牧场的天花板上装了大电风扇 就是为了给乳牛降温 因为太热乳牛食欲也变差 法国全国牛奶生产者联合会表示 高温天气导致乳牛奶量减少20% 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农作物产量大减 欧盟统计欧洲有三分之二的土地 处在干旱状态下作已经受到影响 今年玉米将比前五年均值减产16% 大豆减产15% 香日葵也减产12% 在西班牙则是出现破纪录野火 截至这个月7号已经发生至少7000起森林大火 烧毁28万公顷 约10个台北市面积大 比过去10年平均高出5% 严重干旱导致河流水位下降冲击内陆航运 8月以来持续进一步扩大恶化 连弹影响水力发电 让已经缺天然气的欧洲能源危机 雪上加霜 今期文章力朱佳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